那是不知者不迫是不是 我根本不知道 说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 50多岁的徐姓大陆女子 一边讲一边哭 她从小三通入境 海关从她的行李 查获400公克的香肠 依法开出20万元罚单 经过关联的检查以后 就发现里面有那个水果 跟还有那个香肠 香肠是0.4公斤 防堵非洲猪瘟 虽然农委会祭出重罚 但根据防检局的统计 从12月18号到1月7号 开出的46件违规裁处书中 只有两名被罚还20万元的旅客 已经缴交罚款 缴款率不到一成 罚单她拿到以后 她一个月内缴就可以 这是我们的规定 就是说你一个月内缴 就是合乎规定的 所以12月18号 她以后接到罚单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月 所以她没有缴 现在也没有违反规定 罚单缴款期限一个月 预期不缴将强制执行 但被开罚的大多数外籍旅客 要怎么强制执行 我国国籍的国民 就是在国内就是吹角 外国人的部分 就是透过我们驻外单位 大使馆或代表处 如果大陆的话 透过陆委会海基会 然后去吹角这个事 防检局坦承 如果是外国旅客 将透过驻外使馆吹角 如果是大陆民众不缴罚单 将委托陆委会海基会 请当地政府处理 但这些措施根本没有强制力 也就是说农委会所寄出的 重罚政策对外国旅客来说 根本罚不到 相较于澳洲 旅客从去年11月7号之后 携带肉品入境澳洲 最高可以开罚42万澳币 相当于台币920万 而且还得面临10年的有期徒刑 也难怪网友直呼 台湾防疫的手段太软弱 才会每天都有疫区的肉品闯关 记者李俊龙 郑仁宗 王一仲 进门报道